宗编是一种古老的手艺 然而因为小众化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 如今宗编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杨海雄看来宗编虽然名气不小 但传统的宗编方法如今却有些跟不上套 他希望有突破和创新 于是他想到了网络 杨海雄通过网络结交了全国各地的宗编艺人 他们经常相互交流 琢磨编织技巧 研究新的创作方法 思想的碰撞产生灵感 杨海雄的新作品也层出不穷 这个就是三年前的作品 三年以前这个是叫丹顶鹤 这个就是最近做的 哦 这两只鹤 对比一下它的颜色还有这个手法也不同 从我一个观赏者的角度来看 我就觉得明显有不一样 一个是就是它的色彩的搭配上更丰富一些 另外可能就是您在编织的时候 也更注意控制它的这个流线的这个造型 这个和编织技本身有关吗 有的 你看从翅膀 翅膀现在也会做出一些层次感 腿部的编画也不同 还有它这个丹顶鹤的这个编画了一下颜色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了这是一只丹顶鹤 对比一下颜色彩的颜色 对比一下颜色彩的颜色彩的颜色